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9日 完善後的立法會,官方形容是五綱十式 特首李家超推出官員和議員 一種圍爐式的前廳交流 網上片段照片所見,每個人都樂也融融 行政立法關係很和諧 官員和議員胡粒高帽 議事堂上的香港和現實的香港,好像兩個香港 區議會選舉方式,民主大倒退 修改中文大學校董會產生方式,削弱大學的獨立自主 這兩項修訂,在立法會都不反對 沒有人反對之下通過 但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爭議和不同的聲音 議會裏面就沒有不同的聲音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我們現在有兩個香港 公眾對議員反映民意的功能已經失去了信心 對議會新聞不感到興趣 立法會對於一些重要的議題 也沒有一些很認真深入的討論 一些很大的議題,很重要的法案 斬一下眼睛,真的很快 這樣就已經談完,通過 傳媒很多時看到的只是出位的聲音 都談不上言論客 媒體就以政治甜品、脆味花碎的形式去處理這些聲音 調整一下枯燥的新聞內容 但是市民就一點都不感覺到有趣 只有苦笑、悲哀 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 昨天就開了一個會 16票贊成 沒有人反對之下 通過了一項約55億元 重建荔枝國收索的一個項目 選舉委員會議員何君堯 就形容這個是五星級的家 就七情上面 聲音就相當誇張的 甚至叫在籍的官員 用一下腦想一下吧,大哥 最後何議員也跟十幾位議員舉手通過 又一個例子 議會裡面發生的事情 和現實裡面的香港真是兩回事 何議員質疑說這些負壓病房、牙科設備、宗教措施、圖書館等等 應用這個立法會的設備都不及到收索 何議員其實是不是應該考慮一下去收索去辦公呢 保安局副局長蔡孝葉就這樣說 就說收索的保安要求很高 間隔要求就較密 和一般的居住設計有分別 造價很難說和五星級酒店比較 然後他又說 重建了之後的收索人數會增加 人數預計需要增加五成 有信心說 長遠搞這些叫做智慧監獄 可以適量減省人數 改善工作環境感覺 同一日 立法會昨天也討論了一個由選委界議員管浩明提出一個沒有約束力的議員提案 就說要促請政府審視目前的公共財政狀況 著手研究增加收入來源 呼籲香港政府全面擴闊這個稅機 以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 在這個辯論裡面 另一位選委界的議員 鴻文就提出 政府就要積極縮減一些低效 甚至不必要的開支 財政儲備 由幾年前 由一萬億跌穿了七千億元這個水平 現在都是六千億多一點 今年的財政年度的赤字 也都估計了 開口已經說明了 超過一千億 遠遠超過原本的一個估計 議員一方面 就呼籲政府要積極縮減低效甚至不必要的開支 但另一方面 對於這個55億的這個重建 荔枝國收押所的項目的效用 必要性 造價 就未向官員真是很仔細地去質疑 這位卓局長說 估計收押人數增加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估計是基於什麼呢 是否香港的治安情況會惡化下去呢 沒有這樣問 自然也沒有回答 整個小組的會議 聽到的就是一些善情的政治表演 用一個簡約公屋項目去比較 這55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簡約公屋計劃 造價267億 提供3萬個單位 當時單位的造價都被指高行 差不多建一間 貴過建一間真正的公屋 但是最後都通過了 還有都叫做有3萬個家庭 如果有人肯進去住 受惠都是說3萬個家庭 重建收押所的費用55億 大概可以在6千個簡約公屋單位 55億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如果有位前議員 喜歡形容那個比較什麼 午餐肉的話 這55億真的不知道怎麼計 一個生的午餐肉 港府花了大量的公帑 重建收押所 搞這些智慧監獄增加人手 如果看闊一點 政府近幾年 用在保安、國安的開支 增幅都相當之大 現在香港說財政緊絕 政府還說要削減一些政策局的開支 百分之一這麼大把 何議員等議員 其實有沒有要求政府解釋 整個判數 究竟保安、國安開支 那個估計 基於什麼因素呢 基於什麼的考慮呢 有哪些必要線的需要呢 官方一直就說 香港就已經經過了 柔亂及治 現在就正正是柔治及輕 聘經濟 改善民生 謀幸福等等 是一些重點 社會既然已經柔亂及治 治又到輕了 那為什麼還要增加這麼多的開支 在一些保安、國安等等 還說要增加收押所的接收量呢 一個花費55億元的收押所重建項目 55億就是現在的數 隨時超支 超多少 我當然不知道 官員在議會裡交代了用途 議員好像做了一些提問 然後那個小組又是零反對地通過 公眾如果從媒體裡看這段新聞 就好像又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有個重建項目 那就要不淺 議員又問了一些東西 官員又解釋一些東西 又通過了 但是如果仔細想一想 有很多的疑團 剛才我提到的一些問題 很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香港現在要花這麼多錢 在一些保安、國安那裡呢 那當然大家都明明的 但是再想下去的 又可能不要敢再想 也都不要願意再想 昨天在立法會上面 有另一個議題的 口頭質詢的時候 何君堯議員 昨天就很活躍了 又再值這個討論到 紀律部隊的建築物 發展為旅遊 就是有一些這樣的 口頭質詢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認真的問題可以問 為什麼在香港 是不是真的 旅遊這麼不行呢 連那些所謂紀律部隊 建築物都要去搞一下旅遊 那他就向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 就提出發展監獄旅遊 就不知道說真的就說假了 他就說 例如介紹一下荔枝國收納所 曾經扣留過民主派初選發起人戴耀廷等 就說 形容這個地方充滿集體回憶 如果真的以監獄收納所來做賣點吸引旅客的話 他們的門口大集 其實是否應該再寫上到時 是 你好香港 Hello Hong Kong 開心香港 Happy Hong Kong 真的這樣的話 都真的匪夷所思 這些監獄旅遊 這些建議都真的不是一些正常人 可以想到的一些絕世好竅客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支持 拜拜